這是雙面 而且很薄耶 好酷 我們就可以弄一台然後接PS4 對檔 對 一樣內容也可以 那我們就接兩台 對打 對打 花了多少錢 還在打電動 合理還不錯 應用場 有一些追求引力比較高級的引力 這應該是貴的 那這個有含喇叭輸出嗎 也都是外接 因為你會要這個的 你傳統一般那種電視喇叭 它才5瓦8瓦 它不會很愛的 它一定要是更專業的喇叭 對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 因為你多的喇叭也會限制它整個天體的大小 嗯哼 底界變化 對 那那個呢 這個的話也沒有喇叭 不過它比較專注的就是說 它可以 應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貼在玻璃上面 我可能用雙面膠貼 或是我用鎖的 那它可以不受裝潢面的限制 貼 用貼的 這邊是用鎖的 不過我們辦公室有另外一台 是直接用雙面膠貼 嗯 喔 所以這個很輕喔 很 很輕啊 一個人拿就可以了 喔 那它走HDMI嗎 呃 對就是我們在 主機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跟電視一樣的接口 會有HDMI 會有DBI 這樣子的接口 可以讓你做這個影像的輸入 當然我們要插USB 這些也都是可以的 而且它這個也好薄喔 它這個就是才 呃 0.36 0.36 超薄的 回去不要比較寫 比3C手機還薄的 欸 我在錄音耶 你在錄音喔 我在錄音 我是電話王阿達 這真的很酷 那它前面那個面板 有任何的保護嗎 呃當然這個也是 OLED的面板 那 每天的原始的話 就是跟我們的電視面板一樣 嗯 那基本上 OLED面板它的 抗撞擊的程度也是還不錯的 嗯 不過你如果運用在一些 可能公共的場合的話 恐怕 呃 使用者這邊還是要特別的去 加個框比較好 對對對 嗯哼 真的很棒 然後它這個是直接一條排線下來 對 在外接 那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搭配室內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精品店的話 我們都會把這個排線 用裝潢的方式 把它給隱藏起來 嗯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是一片螢幕 放在玻璃上面 那呈現它的高級感 嗯哼哼 那這個一般的零售店買得到 嗯 呃 從現在開始我們 針對 帶領商這邊的話 是可以買得到 嗯 不過一般的零售店是沒有 嗯 對那 所有的詳細的 呃 商業的訊息的話 都可以上LG的光文 OKOK 就包含各種尺寸 對 對 那目前最大處它幾吋 這個 目前在全球的話 最大是65吋 這一個 系列65吋 對 OK 我們目前看到的是55吋 嗯哼 好 謝謝 謝謝